看到的是这是英国进口知名品牌的新衣服 用手洗居然接连出现了褪色 而且这款衣服的业者 这个卖这款衣服的业者就表示说了 衣服呢水洗会褪色是正常现象啊 让花钱买衣服的民众很生气 陈先生帮三个月大的女儿买兔子装新衣 用清水搓揉两三分钟之后 原本清澈透明的水逐渐变色呈现茶色 他说这段影片是第二次把衣服拿去洗还是褪色 都没有加任何的一些洗涤的清洁剂的一个 然后就直接用手挪 然后大概也差不多一二十秒之后 就开始有一些黑色的水出现 快要呈现墨黑色 所以看到那个水的颜色觉得 是啊就觉得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意料 十一月底在百货公司专柜购买这件知名英国品牌兔子装 原价上千特价还要八百九才买得到 因而皮肤细嫩又敏感 衣服会褪色家长很担心 知名的国际大厂牌怎么会 在做品管的部分跟它蓝色的部分怎么会有 像我们比我们路边摊买的还要差劲 是不是会造成皮肤的伤害或者是说它的器官 不可能是墨黑色的 但是我说它是有点透明透明 有点认真咖啡色的 那是有可能那是属于自然现象 这百分比的敏感色它会脱落 但是脱落第一次下水洗的话 它就会震透出来 开心帮女儿天心衣 知名品牌婴儿装下水后退色 业者说正常现象 家长无法接受 不敢让女儿穿上这件衣服 专门新闻许志明代秀荣 台北报道